我们知道五折天与唐高宗李治的乾陵 是唐代帝王陵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的帝王陵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人盗过乾陵呢 据史书上有三次记载 第一次发生在唐末皇朝之乱 皇朝动用四十万大军打算盗绝乾陵 但挖出一条四十余米深的大沟也没有找到木刀口 只好作罢 至今梁山祖风西侧 还有一条深沟被称为皇朝沟 那么第二次是在五代史 后梁崇州节度时 温韬组织军队发掘所有唐朝皇陵 只要在他管辖的境内所有唐陵都被挖掘了 然后把宝藏取走 但是挖到乾陵的时候呢 雷雨交加 风雨大作 飞沙走石的 文桃以为是武则天显灵 吓得赶紧停止盗墓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是民国初年 军阀混战 盗掘古墓 乘风 当时国民党将领孙廉仲 以保护乾陵为幌子 帅部下驻扎在乾陵 用真枪真炮演习的办法 掩护一个时的兵力 盗挖乾陵 士兵们用炸药炸了许多地方 仍然没有找到木刀口 加之呢这个时候也是风雨大作 雷雨交加的 就停止了盗挖 那么乾陵木刀口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在1958年 前线当地几个农民放炮炸石 无意间炸出木刀口 这个木刀口在梁山祖峰半山腰 现在也能看到 旁边还有监控探头 因此呢 乾陵至今都是保存完好 没有被盗过 真的非常庆幸